時 hesitate to follow!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武器小編 那這一個禮拜 4月8號的最新台服活動已經出來啦 那我們現在 pela心想重新整理一下畫面 有一個開示範好像說起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剛才已經有看到了 這個禮拜的活動 主要就是畫面上 大家看到的這三個 那另外一個 就是AEL的這個禮包 它出到第二個禮拜的內容了 好,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喔,這邊第一個喔 狂歡的這個復活節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從4月8號到22號 總共是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呢,這個活動簡單來講就是 它會讓你去抽第四組的這個變身跟娃娃 那就是追加到第36萬 第一個是5萬嘛,9萬,18萬 然後在第四組就是36萬 所以你每一天可以多一抽就對了 那這個抽的話呢 因為現在金幣大家有些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好賺的話 那這個的話大家自己去衡量 好,然後這個是其中一個活動喔 那你必須要65級以上喔 才可以去買這個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每日的任務達成獎勵兩倍 原本是700頁嘛,對不對 那現在完成之後呢,變成是1400頁 這個呢,如果是有玩分身流疊也好 或者是你單一本尊的都好 這個真的是超級肥喔 尤其是你這個分身流的玩家 這個真的是超級值得大家去參加的一個部分啦 就是必須要解決對了 然後再來活動3喔 閃耀的復活節項鍊製作 這個的話就是把之前我們的白色情人節項鍊 拿去製作項鍊喔 拿去製作成這種閃耀的復活節項鍊 那復活節項鍊呢在這裡 它的能力呢是防禦-2力量-2 三種能力喔都加2 然後攻擊速度呢再加3% 那這個可以存倉轉移 你可以給你的分身去做使用 然後再來第二個 復活節的紀念組合包 這個的話只做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我們先看到它這邊有兩包 但是我們先看下面這一包 下面這一包它販售的是 這個復活節的感謝組合包 然後價格呢2020金幣 這個是金幣 然後裡面呢簡單來講 送肩甲跟光之皮夾克 我們看一下內容有什麼喔 戰鬥強化卷軸20張 龍之珍珠20個 然後肩甲一個 皮夾克一個 這個大家值得 這個大家一定要去買喔 這個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去買 然後賬號呢一個賬號只能買一次 所以要這個買對你的伺服器就對了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復活節的紀念組合包 這裡面呢龍之聖水10個 它的價格呢是2000藍賺 那內容呢龍之聖水10個 艾爾的徽章帶20個 可以跟上次的這個 目前在進行的這個艾爾徽章是一起用 可以去製作東西的 然後呢純白萬能耀10罐 住五住房各一張 那這個每一個賬號 可以買4次 就是總共花8000賺 那這裡面是沒有憑證的 它主要就是讓你去拿裡面的這些東西 還有這個艾爾的徽章 簡單來講喔 就是讓你去享受 你可能平常沒有買 上次活動沒有買的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我們往下看一下 下面這邊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就是一般道具介紹而已 然後艾爾的徽章呢 我們看一下 好這跟上次都是一模一樣的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可以製作哪一些東西 因為它這邊喔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有艾爾的徽章帶20個 2克 所以這邊呢你可以總共拿到40個 那40個可以去做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你要去挑戰機率製作的話 上面這邊有一些什麼 Sniper的戒指喔 這些你可以去挑戰一下 那這邊還有三色銀幣 那如果你要保底製作的話呢 這邊也可以製作 住五住房 紅五紅房 甚至是這個 祝福賦予卷種喔 這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 之後的新盤會用到 那下面還有潘朵拉碎片 你也可以去玩喔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拿去丟潘朵拉碎片 會拿一些 然後時間補充寶石這個就還好 然後再來 這個純白的萬能藥箱 10個 但是這邊會 如果你要做兩個的話 會缺兩個 這個要留意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下面還有喔 下面還有一些喔 譬如說 這邊有個機率製作的 這邊15個的喔 這邊 祝福的力量禁甲 敏捷自立 還有狂龍腰帶 然後敏捷自立這樣子 這三種都可以去挑戰製作 然後再來 好這個禮拜新增的這個 限定製作就是這一些喔 4月8號中午12點開始限定製作的 那這個就給課長們 或者是想要拼的玩家們呢 自己去參考一下啦 那到時候官網會有這個公告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啦 閃亮的這個補給箱 塔拉斯 那這一次裡面喔 一樣是 小包的話是給這種飾品 就是輪提斯二環小的 那大的呢 除了給飾品之外 他還有給一個純白萬能藥的補給箱 然後這裡面呢 可以拿到純白萬能藥五個 好那小的話就是補 360賺 大的呢就是補1200賺 那價格的話 一樣都是用Android去買 會比較便宜 或者是你用模擬器去買 都一樣喔 就是Android系統就可以了 iPhone的話就比較貴 好的 那以上呢 三個活動就是台服這一次的這個重點啦 那這一次比較爽的是喔 官方很久很久 很久沒有辦這種 所謂的送肩胛活動喔 所以這一次在復活節這個紀念組合包裡面 終於送了喔 所以這一次如果你身上還沒有肩胛的呢 趕快 這個要把它買對 那要留意一下喔 因為他這裡面給的都是這個肩胛 這個製作書 你是可以存倉轉移的 所以在你做成箱子之後呢 基本上是可以 開起來之後就不能用了 就不能再轉移了 好這個要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好啦那這個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是小編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